新城乡长和理台也特别利用元旦升旗典礼的时候 来表扬优秀学生及体育机优选手 在新的一年他也鼓励大家能够再接再厉影响未来 新城乡公署在1月1号办理元旦全民升旗乐活进入活动当中 新城乡公署同时也表扬优秀学子奖学金及机优体育选手 来加冕新城学子精进击一 新城乡在和理台表示 新城乡十三项社会福利政策有感当中 第五项国中小优秀学生奖学金 是他上任当中最重要的一项 尤其向你的学子参加全国性多项运动赛事获奖相当的多 除了赞许新年学子在各大体育赛事当中优秀的表现之外 并且其免大家在兼顾机优学业原则下 精进求精更创佳击 新城乡公署设有国中小优秀学生奖学金项目 鼓励乡内各校的学子用功学习 运动机会选手奖金 凡是新城乡辖内的国中小学会 又统一向乡公署申请 就读国中以上涉及新城乡 但在乡未就读的学子 在乡运以及全国赛事中获奖 也可以主动向新城乡公署社会课申请 尽情相信能够多利用相关社会福利政策 现在加上回台 受项内的运动项目包括了跆拳道 拔河 足球 和铁人三项等等 选手网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 争取最高荣耀 而新城乡公署规划优秀学生奖学金 旨在鼓励用心学习的机会选手 希望能够激励以及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不断创造夹击 记得请 谢谢大家